在場上揮灑汗水 這是二零一八年由中華網協辦的 國際男子網球挑戰賽 疫情前一年少說有三場重大賽事 如今遭協會前副秘書長指控比賽活動 涉嫌斂財 網協前副秘書長控訴 二零一七到二零一九年比賽推出了 海碩幣當成活動噱頭 一次購買一百或兩百元的票券 可以換成商品 憑發票能免費入場 但明明是公益性質的比賽活動 這些收入等同於變相收費 從入場人次估算 一年至少有六百萬元隱匿未報 網協卻還向政府機關申請補助款 比賽是公益性質 所以他可以申請到幾千萬的補助 可以申請到小巨蛋大巨蛋的公益時段 是讓觀眾自己交一張發票 就可以免費入場的 結果他竟然變相的去發售海碩幣 由他的協辦單位 海碩整合行銷公司 在現場販售 網協回應配合檢調調查 過往的瑕疵爭議 以遭體育署糾正改善 如今疫情後重辦比賽 也早已沒了海碩幣活動 只是網協前成員出面 踢爆鏈財弊案 檢調也介入調查 追出事件始末 揭曉